大家好,我是中国古董珍晚部的专家Joyce 今天很高兴为大家介绍几件我们抽拍的重点拍品 我们这次拍卖有两大专场 分别是我们古董珍晚日常 还有花五大堂北美食面年币三居珍藏 唐代艺术珍品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我们日常的重点拍品 第一件就是编号3037 我们的封面拍品 明早期 君瑶天然玫瑰紫幼 回花西花盆 花盆造型典礼 游戏渲难 属君瑶气的佳作 君瑶的气形简约 上后式色诱 他的肉色明暗深浅变花 隐约之间让人爱不释手 花盆的底部刻有一到十 以表示尺寸 一为最大 十为最少 我们这一件是三号的 相同的花盆 我们可以看到有台北 故宫博物院的产品 涂入于1999年 故宫藏池大戏 君瑶之作 美国哈佛艺术博物馆 藏有两历 底部都是有三字款的 另外纽约大都会 艺术博物馆 还有一历 从清宫就藏 两岸故宫 传有不少 一颗有数字的君词 还有会有附军一些供殿的名称 相信是明清宫廷的御用瓷器 纵观各大博物馆的旧厂 我们这一件的发色是无与伦比的 好 我们看下一件 下一件我们要看的是这一件 编号3038 永乐两款的明永乐 甜白又恩科 龙文 高竹碗 这一件高竹碗 碗无必撇口 高竹的位置微微外扯 然后通体式填白又 里面安科双龙杆注文 碗兴花 永乐连制四字赚书款 他外壁的安科龙文 与台北故宫博物馆一件 明永乐 青花波桃龙文的绝碑 的文师十分相似 永乐一朝 有连款的瓷器是十分震撼的 预制瓷器上刻有连款 是起于永乐 一般是会注于流灵佛之上 或者是一些佛教的字典用词之上 比如前百又或者是济红又的高竹碗 还有前百又的曾茂胡 然后他常见的转速是自永乐连继款 流星溯源这些款的作风是仿书家省度 具知永乐地对于省度是十分敬仰的 欢迎大家来到花五大堂 北美食面邻居三居增长 堂代艺书真品的展区 我们现在看看这一件编号3210的堂 南右足台 足台上面整气规整分为两部分 上面呈高足碗式的一个蜡烛的座 上面可以立插一些蜡烛 下面的盆托比较大 下面粘住一个玄纹的燃柱柄 下面有一个喇叭锡的底座 这一件作品特别的地方是 它的并部分比较长 下面的底座比较敦实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竹台 大面值的使用南右 之谷便有三彩瓜男 加值年成的sofa 固料是经丝绸自禄 柔细域进口的 所以是非常少见 不是皇室或者是贵族 是不可以拥有的 我们这一件足台 大面值的使用南右 可见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器物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里面 这一件作品的盘托还有碗芯里面 是点缀了一些王彩 王彩与南右互相交集 肉色也是非常的润泽平均 所以整件器物是非常难得 最后一件我们要看的 也是我们的封面作品 编号3225 唐彩绘连体式女陶勇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造型非常特别 全是不可多得的 它们两个体型相近 然后都是非常之风云肥美的 它们头顶发腕双迹 脸部十分软润 它乌眼珠唇 就是唐代美人的特征 它们身穿长衣 衣裳到底 自然的十分飘逸 其中一个侍女 它手提到胸前 另外一个就是自然的随在体侧 整体的造型十分自然生动 我们还可以看到它身上的不同颜色的彩绘 我们可以看到绿色墨色等等的 颜色可以保留下来 也是十分难得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背后 就可以清楚的看到 它们的手是肩并肩的 搭在对方的警车的位置 是十分生动 要做成这个器型也是非常不容易 我们可以看到 它们的脸是看着对方的 这个是十分自然 也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交流 类似的器型就是十分难得 参考也是十分少的 有一例我们可以看到 洛阳艺术博物园的一件 北魏的跳舞涌 也是可以做一个参考 好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 我是书画部的陈远峰 接下来由我来为大家介绍 中国书画专场的一些重点拍品 比如说在我身旁的这一幅是 沈全的海赫盘陶图 众所周知 清乾隆时期朝廷设立了如意馆 然后公职在 宫廷的画家人数达前朝数倍之多 其绘画艺术也达到了顶峰 沈全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他专攻花卉灵毛走寿 以精密严厉见长 远师黄身 进城履记 开创了南平派写生 其风格远波东营 影响延绵数百年 此幅作品的构思巧妙 技法细腻 用色典雅别致 沈全将仙鹤 盘陶 灵芝等吉祥如意的意向 合会于意图之中 赋予了长寿福禄 延绵不断之意 并在底下融入了南宋 马远 汇水之技法 仙鹤栩栩栩如生 盘陶大如斗 使画作不仅充满了吉祥如意的 生动意趣 更增添了雍容温润的气韵 使属其少有的精品之作 让我们来看另外一件 古代书画专场的一个 重点拍品之一 那这一件是 录制陆包山的作品 陆包山是明代 中期无门画派的 重要领袖人物之一 曾经师从 朱语明 沈舟 文征明 学习诗文 书画 他本身好古诗文词 上行书楷书 由于心通会识 堪称全能型的文人画家 我们此次的封面作品 便是取自他这个防古山水测页的 其中一开 画以青绿着色 然后画中的山石 大家可以看到是芳而尖俏的 用笔细绣 静润 沟村之险颇有自己的个人特色 山沿之间 点缀有松树 古叉 亭台楼阁 远处还有这个江波渺渺 悠闲的周翻 虽然尺寸在这个展寸之间 就是一套侧页 但画面却极为丰富 整套意境漫漫 甚为精妙 景色引人入胜 他的山水虽然受无门画派的影响 也吸收了宋代怨体 跟青绿山水之长 所造景色 奇险 意境清朗 在无门画家中 具有一定的新意 跟当时的陈纯 陈白杨 并重于世 刚刚介绍完江苏籍的 明代画家 陆志陆包山 那接下来由我的同事 为大家介绍 近现代与当代水墨的 重点拍屏 有请积极 谢谢小枫 大家好 我是中国书画部的积极 赵赵 接下来很巧合的是 我将为大家介绍的 也是江苏籍的画家 吴胡帆先生 我们可以看到 我身后的这幅作品 吴胡帆先生 他出生于世家贵族 所以他在作画时 多数使用的 都是定制的光鼠纸 这种纸呢 它具备有细 薄 光 刃 以及很多的特点 所以这非常利于 水墨和笔墨的表达 通常他在定制墨制的时候呢 也是用非常昂贵的油烟墨 这种墨呢 加工细腻 使得整个画面的默契 非常的光泽 并且亮丽 吴胡帆先生的 《山村清记》 创作于1943年 是他临摹 董璇 在墨比山水中精品制作 作为一名中国书画的 建藏大家 他收藏的 董其昌先生的作品 就有数十幅之多 其中他最为重视的 便是这一幅 《山村清记图》 并且著有林摩本 也注录于美景画集当中 各种细节 均于本作 非常的类同 从右至左 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段和第二段 都是林摩 董其昌画作当中的提拔 第三段 是他自己的自拔 并且非常详细地 技术了他再次创作的过程 也表现出 对《山村清记图》的 赞赏和钟爱 承蒙藏家的信任 这次秋季拍卖 我们再次得到了 王良福先生的支持 为我们呈现了 这幅精彩的 吴冠中先生的作品 这件吴冠中先生 完成于1989年的作品 由王良福先生 直接得资于艺术家本人 也是我们此次的 封底作品 在1937年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 吴冠中所求学的杭州艺砖 先后辗转江西 湖南园林 以及四川等山区 此幅作品应该是描绘 湘西园林地区的景象 由提至 跋涨江湖数十年 儿时山居记忆心 可知应当是描绘彼时 在湖南时的情景 他将儿时记忆中典型的 灰派传统建筑符号 融入写生作品之中 前景的杜头与白墙黑瓦 后景巍峨的高山 都运用标志性的线条 绚丽的色点和流畅的排比表现 十分完整又活泼的 呈现于画面之上 谢谢Gigi 本次我们的专题众多 有明清文人近视书画善面 以及陈玉书先生 同意藏家的旧藏专题 我们的预展时间 是在本周五到本周日 7号到9号 在京中太古广场 1715楼举办 谢谢 大家好 我是资民江南部专家曼妮 今天呢 在大家看看我们茶酒专场的 一些终点拍屏 那这次我们专场将呈现 265件金屏 而且呢 这次可以说是历史以来 性价比最高的一次 所以广大的厂家们 一定要把我这次的机会入手 那首先呢 我说一下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次的封面作品 就是一片百年的同唱号 黄锦南清兵 以及50年代的大红印清兵 那同唱号呢 是清末时期 15著名的茶庄之一 那黄锦堂是属于 该茶庄最草旗的茶饼系列 那这一篇我们看到 它还保留非常清晰的 白底 男字的内飞 无论是品质 状态 都属于是上层制作 那它又到50年代 中国普洱茶产业 迎来了巨大的改变 有国印茶厂取代了私人茶号去生产普洱茶 因此也有了我旁边用大红色亮丽包装的印记茶的诞生 那这一篇的红印清兵呢 历经了70多年的时间 已经得到广大茶友们的认可 以及推荐 所以呢 现在它的身价近几年来 已经踏入了百万元的大关 那现在呢 这两篇分别会是从港币35万元 跟港币60万元起拍 使出一个非常优位的价格 所以喜欢收藏品饮古洞茶的朋友们呢 一定要多多关注这两件拍品哦 那接下来呢 我就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封底的作品 是我旁边这一瓶80年的茅台酒 那这一瓶呢是按照80年茅台酒的标准勾兑而成 每年限量生产 那我们看到整个包装呢都是非常的精美 那外盒是用了跨厘幕 然后四周都刻上了不同的浮调画面 立体的去展现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 那而且呢 整个包装还附上两个酒杯 还有一个真金打架的小金牌 酒瓶两侧还刻上了两条青龙 立体的去展现它不凡的气势 那所以喜爱收藏茅台酒的朋友们 一定要值得关注这件拍屏 而且这一瓶酒我们只从港币15万起拍 那茅台部分呢 我们还会呈现五十六件的精选拍屏 那大家也看到我身后这一片红色的酒墙 那在现场的话 你会也会闻到一股浓郁的江湘滋味 那这次茅台呢 我们还会涵盖70年代葵花牌 80年代大飞天 90年代的铁盖 珍品系列 甚至有一些特别版 跟香港茅台自由协会专用酒的系列 而且呢 我们这次还有非常多原商的茅台酒 从2005年到2013年 原商的普茅跟原商的珍品 都包含在这次专场 所以喜爱成年江湘滋味的朋友们 一定不能错过我们这次的茅台专场 那普茅台方面呢 我们也提供给大家非常多元化的选择 从80年代到90年的生茶 手茶 茶饼 茶庄 坨茶 都包含在我们这次的拍场 那而且呢 适逢金秋十月 也是大家养生保健的最佳时机 那所以大家想寻找高品质的滋补品的话 一定不能错过我面前 这些新会成皮跟成年白茶 那两者呢 都是同样用了日晒的工艺 具有非常明显的排毒 同期的功效 那这次白茶呢 我们将呈现最娇嫩的 白号银针 牡丹王 一级牡丹 甚至最老到80年代的贡美 新会成皮方面呢 我们最新有成年20年以上的新会成皮 最年老了 有到成年70年以上的50年代新会成皮 所以呢 如果在香港的朋友们 一定要来预长现场来评鉴一下 他们不同年份 不同等级的滋补品到底有什么独自各特的魅力 那而且这次也非常感谢私人厂家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也引入了新的滋补项目 就是花椒 相信南方的朋友们也非常清楚 花椒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功效 那其实呢 花椒它主要的成分就是蛋白质跟胶原蛋白 那它就造成了它口感非常丰富 而且细腻 而且成年40年以上的已经是绝佳的精品 那这次我们六件的花椒拍瓶 全部都达到重量200克以上 而且体型完整 属于市面上非常含有的加瓶 所以呢 想寻找绝佳的这部品 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这次的茶酒专场 感谢Melanie对茅台和茶叶的介绍 接下来就是我们威士忌的部分 这一瓶1965年50年的清景泽威士忌 是2015年No.1 Drinks 给LMDW特别制作的三款50年威士忌的其中一支 这一支是波本桶 现存199瓶 是非常少见的一款清景泽50年 然后让我们看一下后面 这个呢 是Samaroni出品的导酒的一个系列 然后这一边呢 是高登麦克菲尔出品的一个建厂家的系列 在独立瓶装厂家里面呢 也是一个比较顶尖的一个产品 那看看下面 下面就是麦卡伦出品的作品 这个麦卡伦在拍卖场里 也是一个必不可缺的一个产品 这个三平七年呢 是他们专门为意大利市场出的一个作品 现在已经绝版了 然后这一瓶是1940年蒸留的一款麦卡伦 雪莉桶的威士忌 也算是一个在二战时期出品的一个产品 然后旁边的Find Aux 30年和90年代末期出的一个25年的产品呢 也是已经绝版了 所以也是大家应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关注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下面 下面是三款不同的路易十三的一个干液 大家知道路易十三也是很出名的在干液界里边 但是看看中间这一瓶呢 它是一个特别的黑珍珠的限量版 只出品了1400多瓶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一边 这一边是日本威士忌的系列 那清景泽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一个作品 它已经是一个官场的威士忌 然后现在最后的威士忌都已经用完了 它所以可以说是从今以后不会再有新的产品 会出现在威士忌的世界里边 然后看看中间 中间是三德利公司在六七十年代出品的一些调和的 威士忌可以相当于说是现在是一个响的一个层面 如果大家有看到中间这一瓶的话呢 它是一个二十五年的一个三德利的调和威士忌 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二十五年的响来对待 但是它的价格是非常疑人的 然后我们再看看下面 下面有三瓶是大家没看过的名字 但是这个其实是清景泽在没有闭厂之前的产品 所以也是非常在市场上非常少见和非常稀缺的 我们的预展现在正在进行中 拍卖的时间是10月10号到12号 我们的茶酒专场是11号早上11点 感谢大家的关注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上品首带及茶碗部的专家Rita 那么我们跟珠宝手表还有包包呢 是在同一天的10月11日举行我们的拍卖 那么在我身后呢 有很多漂亮的爱马斯包包 而且还有一些不同艺术家的茶碗收场 都是在同一天举行拍卖的 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 那么今天我跟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些美丽的爱马斯包包吧 那么第一个跟大家一起看的是这一款爱马斯在2020年推出的Cargo Burking 爱马斯一开始推出的Cargo Burking的话呢 只有35公分的一个大尺寸 那么这个25公分的尺寸呢 是在去年2021年的时候推出的 而且这个尺寸呢 更受我们亚洲用家的欢迎 这个包包的设计灵感呢 是来自于军人的军服 你可以看得到它主要的制作的材质是用帆布 而且在包包的前面 背面还有侧面都添加了不同的口袋 使这个包包呢更具那个多用途性 而且十分的内用不容易的滑香 在前面的这个口袋呢 可以我们平常可以放一些钥匙啊口红 或是背面呢也可以放一些铭片 就是不同的长壳 也可以每天使用的 那么这个包包呢在刚刚推出的时候呢 其实市场对它的反应呢 是非常的大的 它刚刚的价格一开始呢 甚至可以比得上一个全新的2UP包包 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Cargo Burking呢 它的起派价是港币25万 除了这一款白色以外呢 我们还有一款是黄色的 还有一款是黑色的 就有三种颜色的Cargo Burking 如果想要收藏这个帆布包的天花板的话 那么大家可以多多留意一下 这一款Cargo Burking了 那么除了这种特殊材质的Burking以外呢 接下来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另外一个也是特别材质制成的 这个Piclick Burking 那么Piclick Burking呢 是爱马仕在2021年的时候推出的 我们都知道它之前推出了 有这个Piclick Kelly啦 还有MiniPiclick Kelly啦 这个Piclick系列呢 也是一直都受到很多爱马仕的用家的 喜爱的 那么我手上的这一款Piclick Burking呢 是爱马仕第一款用编织的材质 做成的Burking 也是第一款呢 是25公分的Piclick系列的包包 它主要的材质呢 是使用了那个柳条偏制而成的 而且配搭的是那个马鞍红色的Swift小牛皮 整个包包呢相当有质感 而且你可以看得到它有一个外路的车缝线 像整个包包像一个野餐篮子一样 就是充满了那个法国的一个风情 而且它的材质啊 这种柳条呢 其实它本来呢是非常的油软 而且呢在制作的过程中是很容易断裂的 所以呢它对工匠的要求是十分高 去做这个包包的时候呢 才可以把它做成就是内用而且不会散开的一个状态 光光是制作这个部分 柳条的这个部分呢 也要12个小时 而且需要两个爱马仕的工匠 合力去完成这个包包 所以呢它的工艺水平是十分的高的 那么我们都知道爱马仕的Piclix系列呢 就是相当的火热在我们二手市场 还有拍卖市场上呢 也是经常去到了一个天价的 那么这个包包呢 去年就达到了超过港币70万的一个拍卖记录 那么这一次我们这个Piclix Burking的起拍价是港币50万 那么想要收藏一个特殊的非常限量的Burking的话呢 大家可以留意关注一下我们这一个全新的Piclix Burking 好给大家介绍完这两款特殊材质的Burking之外呢 我就给大家介绍大家非常熟悉的 鱷鱼皮Burking25 那么对于一些想要购买一个鱷鱼皮包包的 就是入手的买家来说呢 我会推荐大家第一个收藏的是这款 黑金的木面鱷鱼皮Burking25 那么它其实呢不是一个普通的木面鱷鱼皮Burking 它是一个特别定制的Burking 里面呢是它的logo呢 是有一个马蹄印的 那么爱马仕的特别定制呢 可以说是对于它VIP客户的一个尊贵的身份象征 只有累积了一定消费的记录的客人 才会有这个机会可以去做一个自己的特别定制 而且呢即便你定制了之后呢 才要等待一个非常长的时间 才可以得到你定制的那一款包包 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到呢 这个包包呢 它是用那个木面的黑色短纹鱷鱼皮制成的 那么它特别定制的地方呢 是这个木面的金属配件 是一个木面的金属扣 而里面呢是一个就是对比颜色的一个非常鲜明的国旗红色 黑色配搭那个对比的红色呢 非常特显出你的个人的个性 而且呢整个包包也是充满的那个优雅跟神秘感 那么我们这一款的特别定制的Burking S5呢 这一次的起拍价是港币45万 那么想要入手一款Burking的鱷鱼皮的话 就这个可以大家留意一下 那么除了Burking以外呢 我们还有也是木面的黑色鱷鱼皮的Kellie S5 那么我们可以说黑色是一种永远不会过时 而且是非常在爱马仕里面呢 是属于最保值的一个颜色 除了Burking之外呢 大家也可以如果想要可以兼杯的话 在平日的时候就是可以选择这个Kellie 那么我们知道呢 爱马仕的木面鱷鱼皮呢 其实比起那个亮面鱷鱼皮的包包来说呢 一般在店里的价格会高一点点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价格呢 其实反映了它的那个工艺水平啊 爱马仕的木面鱷鱼皮呢 它在制作而且挑选那个材质的过程中呢 会比亮面鱷鱼皮更加困难困难一点 木面鱷鱼皮呢 如果就是亮面鱷鱼皮 如果你在制作的过程中呢 出现任何的瑕疵的话 你还可以去打磨这个鱷鱼皮 去油制 然后让它的瑕疵消失 但是木面鱷鱼皮呢 它是非常容易显现它的那个瑕疵的 如果它出现呢 就是有一点不好的地方呢 也很难去通过打磨还有油制 去让它的缺点消失的 所以呢 它对于那个皮质的要求 而且那个工艺水平是相当的高的 所以在一般我们市面上的木面的鱷鱼皮包包呢 是比亮面鱷鱼皮的包包的数量还要罕见一些的 那么我们这一款黑金木面凯利25呢 这一次的起拍价是38万 如果想要入手一款鱷鱼皮凯利的买家们就可以多多关注我们这一款凯利25 好最后跟大家一起看一下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一款 喜马拉雅鱼皮的 喜马拉雅系列了在鱷鱼皮里面呢 可以说是顶级的巅峰制作 在我们行业以及收藏圈里面呢 都有一个传奇性的地位 大家可以看得到喜马拉雅的中间这一个与白色的鱷鱼皮部分呢 是一个木面的白色鱷鱼皮 所以它呢 对于任何的瑕疵呢都是非常容易的看到的 所以呢对于选择这个鱷鱼皮来说呢 那个难度是更加的高 连一点点的蚊虫叮咬都是不可以有的 所以这个喜马拉雅Burkin 25呢 它珍贵的材质 而且一个非常传统的工艺呢 精心的打造才造出了这一件非常漂亮的一个工艺艺术品 那么我们可以近距离的看一下这款包包这个喜马拉雅R15 它是从两侧的部分呢 从那个烟灰色渐渐的眼跨成中间的鱼白色 仿如一个雪山被白雪覆盖的一个葬立的山脉一样 因为这款包包的稀缺性 还有它的优就是艺术价值呢 所以吸引了布小爱马斯的资深长家去增厢的收藏这一款包包 使得它的那个价值一直在稳步的上升 而且在最高峰的时候呢 这个喜马拉雅Burkin 25它的拍卖价格是去到港币的300万 那么这一次我们的这款Burkin 25呢 起拍价是港币100万 所以呢是一个非常适合收藏的时机 想要得到这一款精致的艺术品的厂家们 这一次就不要错过这一个机会了 那么除了我以上介绍的这些包包以外呢 我们还有一些不同的材质 不同颜色的喜马拉雅 Burkin, Kelly, Constance 不同款色的包包 还有不同的艺术产品 那么想要参与我们拍卖的厂家们 就在记得在10月11日 不要错过我们的拍卖了 拜拜 大家好,我是猪表中表部的专家Kathy 我们这一场拍卖只将连同首带专场一同举行 我们的拍卖日期是10月11号的下午3点钟 地点是我们公司的画廊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本场的图录封面 是一颗重到20.12色的传美白鑽 它的颜色以及进度都是属于顶级的低色 内外部无瑕 它的不论是它的切割打磨以及对称 都是excellent 而且没有任何的难关反应 这一颗钻石还是一颗Type 2A的钻石 市面上的钻石大部分都是Type 1的 里面含有微量的氮原子 只有2%是属于Type 2的 Type 2也分AB两种 Type 2A是没有任何的元素在钻石里面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的干净 而且看起来会特别的明亮亲切 那这个白鑽石它是来自于莱索托的一个产区 在GIA的证数上面它有标明它是来自于这个产区的 莱索托是一个在非洲南部 海拔非常高的一个矿区 它已出产非常大颗 还有非常干净的钻石文明 西面如果大家有了解拍卖行情的话 20卡拉以上的白鑽它的价钱通常都是成交价都在2000万以上 我们这一颗白鑽的起拍价是1580万 价钱非常的合理 也很适合所有的产家们入手 那除了白鑽以外呢 我们这一次也为大家收来一系列的收藏级别的财宝 包括我身后的这一颗4.01克拉的缅甸歌雪红无梢的红宝石 缅甸的红宝石它的内含物是非常丰富的 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个非常干净的红宝石 缅甸红宝石它基本上已经达到了拍卖的级别 我们这一颗4.01克拉的红宝石呢 它非常的干净 基本没有任何肉眼可见的瑕疵 而且它有三大鉴定机构 评价为它是歌雪红的颜色 包括古柏林、SSCF以及GLS 大家知道古柏林跟SSCF对歌雪红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 除了它的颜色是要十分的纯红色以外 不带有任何的偏色 它的饱和度也是需要非常的高的 除了颜色的要求 它的火彩跟进度也是有一定要达到一定的等级 它才可以平为歌雪红 这个红宝两边上千的白钻非常简单 但是也显得中间的红宝非常美丽 我们这一颗红宝的起拍价是460万 那大家知道缅甸的矿区现在已经差不多没有找到更好的 挖到更好的红宝石了 所以现在另外一个矿区 墨桑比克也现在也开始变得十分的受宽银 墨桑比克的红宝石 大家看起来可能会带一点暗的颜色 但是如果你找到一颗颗粒大 颜色非常亮丽 然后如果它的进度也是非常好的话 那它基本上也非常值得大家入手收藏 我们本场拍卖有一颗巴克拉的墨桑比克红宝石 它的颜色非常的亮丽 然后它非常的干净 火彩也十分的好 它配对的还有一对耳环 也是同样来自墨桑比克的歌雪红红宝石 它分别的起拍价是300万及220万港币起拍 除了红宝的拍品以外 我们本场拍卖还有一颗来自墨桑区的竹母绿 它重达9.79克拉 而且不经过任何的柱油处理 它附有一张墨桑桑区的证书 上面记录了它从原石切割打磨到 最后成品的图片以及重量 墨桑桑区的竹母绿特点是 它的竹母绿颜色非常的纯正 饱和度很高 而且非常少的杂质 市面上99%的竹母绿也是经过猪油的处理的 我们这一颗来自哥伦比亚的竹母绿 它是没有经过任何的猪油处理 而且它的进度也是十分的干净 所以是很难得的一件拍品 它的起拍价是380万港币 同常我们还有一条总中月22克拉的竹母绿手链 它的上线非常大气 以钻石上键 它的起拍价是250万港币 品牌方面 我们这边有一对Bogosian设计的 PAR100的耳环 Bogosian这个品牌它是来自越式的 它已经有了150年的历史 它以增加的工艺以及创新的设计而闻名 我们这一对耳环 它特别的地方是 它是用白玉雕刻成花形的形状 然后上面上迁着两颗非常漂亮的 来自巴西的PAR100 今年巴西的PAR100是越来越贵了 因为PAR100的颜色非常的亮丽 所以受到非常多的长假喜爱 其实因为巴西的矿出厂的PAR100 已经基本没有挖到更好的成品了 所以现在是公布应求 我们这一对的PAR100是种种各种一点料克拉 颜色非常非常的鲜艳 而且进度也是非常的好的 这个起拍价是95万 我觉得价钱是非常非常的合理 那最后呢 我想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翡翠拍品 我们的翡翠拍品 这一次有一个圈口57的满绿翡翠手镯 它的水头是非常好 以及颜色也是很浓郁的绿色 它是从一个私人的长家手上面收回来的 所以价钱是十分好 起拍价是550万港币起拍 那除了上面的介绍以外呢 我们珠宝通常还有一些非常精彩的无底价 以及是一些非常适合大家平时佩戴的珠宝 大家可以在预展的时候过来看看 那除了珠宝拍品 我们还有手表的拍品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手表拍品方面 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支老历式的彩虹圈 在2018年的巴山农长 它推出了新一代的老历式彩虹圈 它以玫瑰金作为表壳 以彩色的宝石作为石标 取代了以往的白钻刻度 更为特显了这个彩虹圈的特质 本型号116595Rainbow为黑色表盘的版本 与彩色宝石形成鲜明的对比 表圈同样由不同颜色的蓝宝石组成 由于劳力士对宝石的摔损标准极为严格 每颗彩色的宝石在挑损和上嵌过程非常的漫长 以及市场的供应量十分的稀少 五彩斑斑的色彩加上使用的即时功能 是一件非常难能可贵的精品 老历式的彩虹圈 自推出以来都一直受到厂家的追捧 同型号的拍卖价格 它一道可以达到544万的价格 我们这一支手表的起拍价是300万港币 价钱十分的合理 也非常适合厂家入手 那我这边珠宝以及钟表的介绍就到此为止 希望在预展椅子拍卖期间会跟大家见面 谢谢大家